大家好 先来做一个不一样的白酌生菜 首先呢 少一锅开水 开水里面放点盐 再来上挤滴油 跟着我来做 这道白酌生菜是又脆又甜的 第一步呢 这个生菜不要一大把放下去烫 要一点点去烫 烫的时候千万不要烫太久 九八成熟就可以了 锅上放上一点油 来上一小圈松茸素蚝油 轻轻煎炒一下 这个酱才会更香 来 放一滴滴清水 好 来上一点生粉水 非常简单啊 马上就好了 嗯 这次加了香菇木耳术 这个味道跟平时做的确实不一样 嗯 特别的清甜爽脆啊 加了这个酱之后 特别叫酱香浓郁 特别叫酱香浓郁